吃胎盘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真的能大博 有的人对此表示怀疑 不过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既能美容养颜 还能活润气血 补品还没有胎盘来的管用 多吃的话甚至还能长寿 不过强调一下 现在说的胎盘 可不是什么中药紫荷车 而是真真正正的母体胎盘 因为很多人坚信 它能给身体带来真正好处 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弄到新鲜胎盘 说不定我们在无意之间 就吃过胎盘做成的食物 有位网友就曾透露 自己刚生完小baby时 家里给他带了份饺子 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就是有点腥 跟平常吃的饺子口感不太一样 于是他好奇地去问 这里面包的是什么 结果直接让他吐出来 原来这是经过处理后的胎盘 妈妈直接将它做成饺子线 有的人可能会表示震惊 其实吃胎盘 从以前开始就很流行了 不仅是在国内 国外也非常受欢迎 人们通常会将胎盘 处理得跟猪肉一样 要么蒸煮 要么煎炸 国外的做法就比较另类 他们直接磨成粉 做冲击胶囊 过来作为牛肉的替代品 放入汉堡 那位全球著名女星 卡戴珊就曾分享过 自己将胎盘做成胶囊的照片 还说每天都会吃个几粒 以免产后抑郁 无毒有偶 养过X战警 白皇后的影星 斩鸟瑞琼斯 也有类似经历 他直接跟大家承认 自己在34岁那年 生完孩子后 就顺便把胎盘吃了 还表示将被赐予力量 不过这只是他个人认为 食胎盘有没有用 还未可知